美国媒体报道 印度空军一架米17直升机坠毁 机上7人全部丧生 在这数十年中 印度军队坠毁了近千架飞机 三十年间就有近200名飞行员丧生 一架米17直升机坠毁 算不上什么稀奇事 这次坠机的地点是印度同中国接壤位置不远 是中国藏南地区印度时控测 有印度网友对此产生疑问 在几个月前 印度空军有两架苏30MKI在这同一地方坠毁 这回又坠毁了一架直升机 这是不是中国人在使用电子波干扰 或是误导印度飞机上的设备和导航系统导致的 印度网友称 这是中国对印度空军的警告 印度就是这样 每当印军发生奇葩事 印度网友的被害强迫症总会发病 每当印度有款落后主流几代的新装备服役 印度网友的妄想症也同样会发病 但是稀奇的是 对于频繁坠机的印度军队来说 坠毁一架米17直升机真不算什么事 但是美国主流媒体为何如此关注 实际上从去年开始 美国主流媒体就非常关注印度军事的很多细节 从印度航母 米格29K舰载机 苏30MKI战斗机等等 再到这次米17坠毁 美国人每次都直指印军的遏制装备 毫不客气地批评 印军的遏制装备是造成事故频发的罪魁祸首 这次米17直升机事故 美国人批评升级 直接称造成印度空军最极多的原因就是俄罗斯的飞机 特别是米格系列 美国人或许忘了 美国制造的飞机在印度也是这样不靠谱 交付给印度6架C130运输机 短短4年时间 就摔了两架 而且近期美印之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今年7月巴黎航展期间 美印达成100亿美元的采购F16战斗机及转移生产线的协议 路马公司近日离奇反悔了 公开声称不向印度转移技术 就是在印度生产线生产的F16 路马公司多不乐意为该生产线的产品质量复合 这或许就是现实 美国人甚至印度空军的不靠谱 坠机是常态 路马公司也担心一世英明毁于印度 对于美俄来说 其实印度空军摔机不是关键 关键是摔谁的飞机 美俄两国都在争相卖飞机给印度空军摔 但是没有一架真心想帮印度提高空军的业务水平 这也算是世界军售史上的奇葩现象 俄罗斯媒体透露 中俄将在10月签订一个史无前例的合作计划 此事让美国一个组织坐不住了 要求联合国出面阻止 究竟是什么样的合作计划 让美国人如此惊慌失措 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号哨所 回复中俄 查看详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